香港的消息 香港廉政公署立案调查特首曾应全 怀疑不当收受商人的款待之后 有传媒就报道 廉政专员汤显明 与涉及事件的东海集团主席黄楚彪 是高尔夫球场上的球友 廉署强调会遁形式的角度 调查特首与富商是否有利益输送 而曾应全明天就会出席立法会 就事件交代 议员就继续谈何动议 廉署发言人表示 汤显明已在本星期一 透过内部机制 书面向连署执行处申报 与黄楚彪是球友 又说汤显明是在出任海关关长时 经过其他政府官员 在官方场合介绍下认识黄楚彪 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 包括官方及社交场合也有接触 也曾经和黄楚彪打高尔夫球 而汤显明在出任连政专员之后 已经甚少和黄楚彪见面 连署强调会寻形式角度调查 专注矩阵功夫 有没有明显的利益输送 不过提出弹劾 曾映权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认为 连署要向行政长官问责 由连署调查行政长官 是否收受富豪利益 让人担心能否释除公众疑虑 而他提出的弹劾行政长官动议 目前已经有四位议员表态支持 根据基本法要成功启动弹劾程序需要四分之一 也就是15位议员提出动议 特首曾应全明天出席立法会就事件交代 发生五道教会没有回应弹劾事件 二位是何月秋汤请堂香港报道 不过来说明天出席立法会议员